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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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原本属于古印度一部分 在1757年同被英国殖民 到二十世纪初 当地穆斯林组织 与印度各大党合作,争取民族独立 后来合作破裂 穆斯林要求另外建立巴基斯坦国 巴基斯坦在波斯语中 意思是圣洁之地 到了1947年6月 英国结束殖民之制 英方同意印巴分治 巴基斯坦就宣布独立 独立后一直与印度因领土及宗教 不断出现斗争,甚至战争 由于香港与印巴同属英国殖民地 在英籍时代 英国政府由于不信任华人 就由印巴地区调派当地军人驻守香港 并将香港打造为 中国与印巴之间的贸易中转站 吸引不少南亚裔人士带着资金 陆续到达香港寻找发展机会 或者来港工作 有部分更在香港定居下来 Suzanna,原来这里就是巴基斯坦村 是的,这里就是巴基斯坦村 在葵冲这一道 除了油尖旺和元朗之外 葵冲可以说是巴基斯坦第三大社区 哦,巴基斯坦人在香港的历史也不短 是的 但是我们对他们的认知很少 的确是,我们香港人对南亚人士不太主动认识他们 甚至有时表现比较懒惑一些 不过我们待会访问嘉宾阿文就不同了 他也挺受本地人欢迎的 因为他很积极推广巴基斯坦文化 他在这一条村工作 非正式推举他为这条村的村长 哇,村长这么厉害 阿文,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Anthony的位置就是阿文 阿文,原来你就是村长是吗? 是的,有些街坊都会这样叫我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多南亚人士 还有我们会做一些文化团 如果外面那些人就会当作村长 其实我都是普通人来的 可以多说一下你自己个人的背景 让我们观众认识一下你先 例如你为什么会叫阿文呢? 我的名字叫做Mena Sajed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 因为那些人不懂得叫我的名字 所以简单点叫做阿文 我都四十多岁了 我在这个街坊来的以前 因为我都知道很多本地人 未必会认识到南亚人士 我做了这份工作 希望可以带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宗教 给一些地区人士 或者直接在南亚人士 可以认识到本地 所以我做这份工作 希望有些东西可以带到香港 不过我知道你广东话是很流利的 但是你又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你可不可以多说一些 你在哪个城市来呢? 我在香港都住了三十多年 我们当时来香港的时候 没有中文读的 接着我就工作了 会接触到很多人 我做事在那个地方里面 以前经常开着一个收音机的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想学当地语言 其实我觉得 虽然不好意思 你都是做电视 但是收音机都是一个 挺好的方法来的 就是学习当地的语言 因为你很多东西 就是没有画面辅助的 你一听他们讲话 他喜欢笑啊 哭啊 生气啊 都想知道他在讲什么的 那你会问一下别人 那当然会被人笑 就是初语讲的时候 慢慢学 其实我们很多 早期来的那些 都是男士过来香港才 这样的 后来中间的时候 可能两格分地 就是不是很方便 才申请一些家人过来 所以早期那些 就是在香港里面做工作的 现在大部分都是 新一代南亚那些 土生土长的 阿文啊 你和其他巴基斯坦人 来到香港 会不会遇到什么难题 会的 其实我小时候来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中文读 那我要重新适应我 不同的生活 那会接触了本地人 那当然我语言有障碍 跟着之后外表 可能跟本地人有些分别 那些人都会用 特别的眼睛看我们 那样的 那除了我之外 其实很多苦女 或者一些小朋友 在香港里面 就是现在 我们说今时今日的小朋友 去主流校 但是可能他们 都有中文学校 就是可能家里面 没有支持 甚至那些苦女 很多时候都是做家庭主婦的 可能她未必会接触到 本地主流社会里面 那都是很难 会适应到主流社会的文化 那阿文你加入这个共用館 是不是都希望可以 可以帮忙解决 在香港巴基斯坦人 所面对的 在生活上 各方面的困难呢 都是的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个共用館 其实都是 坐立在一个 就是他们的空间里 就是平例境 一个地铺 那其实呢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 一些不同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 大家都是住在香港一边 香港一部份 希望就消除了大家的 甲目啊 问题啊 那些这样的 麦里浩提供服务 给南亚人士这样的 那他们看到我 都懂得说广东话 希望呢 就透过一个角色呢 可以带到不同的文化 给本地人 那所以呢 他们邀请了我 那我当时呢 就是先做義工的 那做一做一做 那我都觉得这份工作 都有一些意思呢 就是可以帮到到 香港啊 或者南亚人士 那我都加入了他们一份子 那我都加入了他们一份子 那麽呢 那为何葵中区 那麽多巴基斯坦人呢 因为以前他们都是来找食的 那货柜码头啊 工厂比较会多的时候 那他们都希望 可以省多些钱 可以寄回到乡下这样的 那这裏有些旧楼 那他们都会租这些单位 那住住一排的时候 那大家都知道 在那裏申请家人过来的时候 那葵清宮是全港最大的 公用房屋的地区 所以他们会申请公屋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你会见到呢 除了有些人会住在一些私人楼宇 即是旧楼比较会多些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都是会住在一些公用房屋里面 村长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 巴基斯坦村来的呢 哇 好心急啊 好出发了 带他们道上一下 那我们来到楼梯后呢 你会见到呢 其实加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字 在这里 那我们希望呢 透过不同语言呢 可以带到共用这个信息给街坊了 那除了加了一些不同国家的字之外呢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都加了 譬如你眼睛有事啊 看得不清楚啊 你可以透过摸凸字啊 可以走上走下方便一些啦 那副手呢 又做了两层啦 即是有保护性的 是 小朋友又可以在下面用这个啦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呢 这里大部分都是比较 一些是草根那些人士 是 社会空间不够啦 那所以 楼梯啊 或者在其他那些地方里面呢 我们都加了少少的特色下去 希望呢 可以为及到这些街坊 是 好 不如介绍一下南亚炸货电给你认识 好吗 好啊 那这个呢 就是巴基斯坦朋友开啦 那你会见到 放了很多不同的香料啦 是的 有些不同的饮品啦 加了在这里 那其实呢 有什么特色呢 因为很多时候在南亚那边呢 都是讲扣不同宗教这样的 所以其实呢 你会见到啦 这里全部都是清真 或者是一些 Valgetarian吃到的东西 那所以加了很多香料啊 甚至日常用品 都可以在这里买到他们啦 哦 不如呢 我们行一间炸货店呢 是南亚越开的 但是是无人店来的 哦 无人店 真是要好自律啊 好啊 好啊 看看香港人多有自律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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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到这间炸货店呢 你会见到很多南亚那些产品呢 都放在这里 但是呢 反而呢 见不到有老板啊 没有人看店的 那这间呢 就是无人店来的 哦 很特别啊 可以讲解一下 五星的店的概念是怎样的呢 好 那其实呢 这个店是我们教掌啦 即是教宗教人士 他就开的 那他不能很长时间呢 坐在这个店里面 因为他也有一个正职这样的 那他也想方便到一些街坊啦 即是如果他有产品需要的时候呢 可以过来买啦 那他不能长时间坐在这里的时候呢 他也标了一些价钱在这里啦 那因为他有宗教信仰的时候呢 他也相信人性这样的 那你看对那个货品啦 那其实写了一些价钱在这里的 那你看对价钱啦 那你把那些钱呢 扔进去这里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就写了不同的语言啦 就是有英文啦 有中文啦 就是知道他的概念大概是怎样啦 好了 那我们来到餐厅门楼啦 不如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好不好 好啊 那你会见到这个平例劲里面呢 有很多南亚的餐厅啦 那有巴基丹一开啦 有泰国人啦 有本地啦 甚至呢 有宅货店啦 上面有一家清真寺啦 那你会见到很多不同的宗教啊 或者不同的膚色那些人士 是住在这些小小的街这样的 好了 那说到这个餐厅的老板呢 很有来头的 那呢 他以前呢 在巴基斯坦会里面呢 做总厨的 那所以呢 他都可以煮一个 很好吃的菜 就是很正宗的巴基斯坦菜 没错 但是香港人呢 就可能 要轻手一点的 都不是很好吃得辣 所以呢 都会 如果真的很好吃得辣呢 你要跟它说一声 反而呢 它会咒回你们的口味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你会见到啦 这个店铺 现在这个时候 可能比较 没那么旺啊 那它最旺的时候呢 就是在中午啦 因为 这里大部分 有些打工仔 所以呢 就是中午的时候 比较旺一些啦 但是一到这个时间呢 你想吃些便宜的 那些呢 你都可以过来 这里的 那不仅是一间餐厅的 这里附近也有三四间 就是如果你 看不合这间的 就可以光顾另一间 有不同的特色的 有些是吃kebab 有些是吃brani 有些是吃nari nana 有不同的 南亚菜式 都可以吃到 是哦 刚刚刚说的餐厅 其实餐厅上面呢 有一间清真寺的 那你会见到啦 其实对伊斯兰教来说呢 祈祷都很重要啦 所以呢 他们租了一个单位 他这个单位有点分别的 就是不是整座纸这样的 是一个单位 那他们呢 就可以学习阿拉伯瑜啦 那有五个祈祷啦 对回教堂来说 宗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所以 如果你住在附近的 或者你在附近做事的 你找不到地方祈祷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在这个 这个纸里祈祷这样 所以呢 除了在小朋友之外呢 那些街坊都可以用到这个地方这样 那这里呢 这些法用呢 就是租金啊 人工啊 都是一些街坊啊 自己捐出来这样的 所以呢 他的经营啊 都是街坊 就没有政府资助这样的 今天真是很多谢你 很多谢你啊 希望大家喜欢啦 谢谢 好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呢 存在这个平例境里面 这样的 那么很多巴基 等人住在这条街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呢 未必会真真会了解到他们这样的 那我们希望啦 透过这个镜头啦 今天你们可以走到这个社区里面 可以主动认识到他们的 那如果想了解他们多些的时候 或者想和我们多些共用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来这个街 认识他们多些少 那可以来共用館找我们啦 好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